互联网泡沫与AI热潮的对比来了 英伟达被大摩认为并非当年的斯科 摩根士丹利的商品分析师团队在本周发布的报告中 深入比较了互联网泡沫和当前的AI热潮 他们指出当前的AI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仍然处于初期阶段 与1999年互联网泡沫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以斯科和英伟达为例 2000年网络泡沫期间 斯科收入增长率高达59% 前瞻市盈率更是高达138倍 而现在的英伟达虽然市盈率仅是30倍 但其收入增长率却高达90% 虽然英伟达多么的大跌 但也影响到当年的斯科 但大摩认为从科技环境 自身实力和固执多个方面来看 英伟达不是当年的斯科 他们强调AI基础设施的建设才刚刚开始 各大企业都在争相构建基础设施 以便在之上构建定义程序 攻击科目 互联网靠谱AI各潮虽有相似之处 但也有本质区别 让我们期待AI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见证科技的新篇章